哦 哦 撩皮了 撩皮了 大家好 我是老蒋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 那我们新年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开料 这个木头虽然尺寸看起来不大 但是这个花纹不得了啊 我们近点过来看一下 从这边过来 满满的全是龙胆 而且这个立体感非常强 我们看这个立体感就看到这个 凸起的地方就可以了 立体感很强的 满满的一片过来到这边 尤其是这边 大龙胆 我们这种叫鸽子弹 非常大一颗龙胆的 这个木头锯出来的话 肯定是有惊喜的 接着我们叫师傅把它断开看一下 看里面到底该怎么锯 希望有一个好的运气 接着看里面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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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边不 对 吃到 吃透了 好香啊 我把他招人啊 你穿个短袖 你一点不给大家面子 他十八岁的 这切的完了 切的完了 切完了 6块 6块付7 现在我们这个料已经切开了 我们从外皮来看的话 它的花纹是在这个面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花是多深的话 就可能从这个量条可以看得出来 一直到这里来了 那起码有3块板 如果切到这里来的话 可能会有6块板 如果切到6块板 那经济就这样大了 龙胆的龙年 开龙胆 是一个好的一个兆头 现在第一刀已经切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树皮怎么样 这块皮的花纹非常的好 但是刚刚师傅下刀的时候 切薄了一点 现在也不知道该用来做什么 可能有些大哥看到这块树皮 会隐约感觉到膝盖又麻又痛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事实上只有真正用过的朋友才知道 这么一张搓衣板摆在家里 即便跪着也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接着往下切 这一刀应该就可以出版了 我们把它刮干净 看一下是不是大家想要的龙胆纹 确实还可以啊 花纹非常的密 等后面打磨抛关以后 立体感会更加的强 我们接着往下剧 看会不会有更大的惊喜 见证奇迹的时刻 还有点小雨滴 苦皮纹 还有点小雨滴 没有了 非常奇怪 上一刀还是龙胆纹 下一刀就什么都没有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龙胆纹会从树皮往树芯慢慢解少 但是像这种突然消失的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大家帮忙研究一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那这块木头如果继续这么聚下去的话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这块龙胆纹的板 开心开心 你又把这个花纹冲走了 所有人都在研究这个龙胆纹到底是怎么消失的 越想越感觉莫名其妙 还可以吧 在牛一根牛最直接徘徊 虽然只得到了一块花纹板 但这个龙胆纹确实震撼人心 你们觉得这块板最适合用来做什么 剩下这一节木头我们先给它放到一边 下期视频再好好研究一下该怎么聚 要是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这块板我们决定给它保留自然变 所以制作过程非常简单 只需要反复的打磨抛光上油漆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效果怎么样 看到这个效果 大家觉得像这种板 我们至少要切几块 整棵树才能回本 顺便问一下 这样一块板如果摆在你们家里的话 你会把它用来做餐桌 茶桌 办公桌 还是其他什么桌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木头 麻烦给老江点赞 收藏 加关注 下期再跟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剩下的节目头该怎么聚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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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